接下來我們進場一下做食物的訓練 那我們是不是先給正領班來鼓個掌 我們其實台鐵有很多在基層的服務人員 就像正領班這樣 是在很基層默默的做 然後有很豐厚的這個技術經驗 我們的技術也不一定要靠國外 我們有這樣30年技術經驗 在主要在修風棒技術的這個 帶著大家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工作在台鐵的基層 一定能夠把這個大點 市集保養的工作能夠做到最好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 我們今年10月21號就是要完成這樣的任務 讓社會大眾都知道 各界都知道 我們台鐵有能力把這個主風棒的這個 這個績效能夠把它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確保我們行車安全 那當然主風棒還有一些設計上 原來設計上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局 本部也在處理當中 那可是我們在台鐵的基層幹部 我們的所謂又剛才騎到的大家的這個 使用的車輛的使用保養隊 斷最主要工作就是把它維持到它的一定的效能 確保這樣行車的安全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那也很感謝 鄭林班今天在實體的操作 也請大家 透過今天這樣的一個實習 還有實作的經驗 真正的把這樣的一個技術能夠砸根 大家今天能參與這個活動的 我們鄭林班是叫做 種子的教官 那大家都是種子的學員 那未來大家學到這樣的一個技術以後 還要在落實在各段裡面 讓這樣的一個工作能夠順利的達成 謝謝鄭林班 那我們接下來在整個維修裡面 料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今天大家的技術培養好以後 透過今天的實作的訓練 還有後續不斷的這個持續訓練 大家把技術培養好 可是料 備料的問題 備料問題我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局裡面在針對主豐棒的這個 市集的檢修的相關的備料 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在除了主豐棒 現在所有的主豐棒 這個中風施模都已經進來了 那主豐棒的總成的相關的 零組件 原件 目前也都陸續續在五月 就會進來備料 就會進場 那所以配合大家的這些清理 還有這個拆解 維修的工作 料源絕對沒有問題 請大家能夠放心 那再來就是大家 配合這樣一個目標要達成 勢必有些工作量會增加 那如果有需要加班 這樣的一個情形 局本部也全力支持 我們也跟台北機場這邊來講 大家如果有加班的事實 那也配合台北機場這邊 來做處理 所以請大家放心 大家努力的把技術把它扎實 落實下來 把這個 我們今年要完成的目標 把它達成 相關的料源 還有加班的這個處理 局本部這邊 都會來配合大家的工作 來提供全力的協助 那最後我們希望透過今天 這樣的一個教育訓練 讓我們整個